像这个比赛 中国队这边开局很重要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一句 就是英格兰这边 可能在节奏上会来得更快一些 如果在开场这个时间点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把这个时间点能够对得上 节奏能够对得上的话 那接下来可能处理起来 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中线上9号郭甜宇 关键还是这个定位球出来的落点 要精准 没错 不错 压了一口气 非常可惜这个球 来自于24号蒋胜龙 对手开记录的 对 这个点发的好 点发的很棒 线路确实比较的清晰 把球送到外围 冰蓝队这边 到进去里面 门将彭衡 反应还是比较快 这是10号恩美茶 即使他第一下拿了 还要做摆脱 还要做过度 迟迟没有快速的坚硬点出现 2号蓝布泰过掉 这个球徐磊的铲球 动作有点大啊 看起来 这个时间感觉是不对的 原本以为下地可以 冰蓝代表队这边 继续来刺动进攻 在中间一脚打门 直接是打偏出界 没有产生太大的威胁 来自于15号的卡拉姆莱特 脚下确实是快 是 该给到中间 看起来上半场 最后时刻能不能顶得住 陶强龙 把这个球踢出去 回到坎哥打门 吓呦 吓呦 吓人一跳啊 你看 对方就两三个人 我们有六个队员 在这个区域 但是处理球 而且对方的两位中后卫 这个身体素质也都非常的好啊 对 那你不是像这种 鸽子比较小 而且他的脚步比较快的这种队员 那在这个区域有可能是会获得突破成功的 六号杨毅林遭到了犯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杨毅林拿球的时候 卡拉姆莱特 脚下还不错的 加拉格尔把球分到右侧 波维达奥坎波 直接想找兰普泰 这兰普泰速度好快啊 前场呢 其实下半场要比上半场来得好一些 至少来说 在传导球方面 比上半场球权拿得要更多 波维达奥坎波 这个真的是厉害 个人能力传到中间 呜呜呜呜 美查是打了一脚高射炮 压得很靠前 我要把球开进去 我们还顶到了啊 九号郭田宇 至少来说不能收到 大部分的兵力 不能收到自己本方这个禁区里面 打着打着越收越靠后 对 外围美查一脚打门 门降彭彭 先把球给铺掉 彭彭还好说 他铺锈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球往边上再打 对 还是打身后 删开 速度 郭田宇能起来吗 冲起来 又扛扛住了 哎呦 郭田宇他其实身体也不差 所以说真的冲起来之后要硬扛 带着冲起来的那个惯性 还真能跟对方扛一下 对 我把平静里面 就差一点点 又差一点点 所以 刘若凡 穿起来后边 危险 这一次是出现了漏人的情况 刘若凡拿球 拿球 但是传球没伤好 郭田宇有没有机会 放过去 刀来了 形成单刀了 看一下 郭田宇打完 刘若凡拿球进了 咱们 U19国庆在一次反击当中 由来自于山东鲁能的小将郭田宇 一路带球单兵突进 在场面处在绝对下风的情况之下 现在比分上反倒是咱们的U19国庆 1比0领先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点因祸得福啊 陈敖没有接到这个球 反倒是让郭田宇有了这个机会 这个点呢 比较尴尬 而对方两个中后卫抢在了一块 一撞 你看 那 蓝不太积极 是 其实这个球 让中后卫正面去处理一下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两个人 打成尼亚科比 这一下 吴绍聪 出现了一个失误 看英格兰代表队的起球质量 一直到中间 还是有点惊险的 这一下 9号 史蒂芬沃克 看一下啊 郭威达奥坎波这个脚下真的是厉害 他这一带就是一串 结束了 比赛结束 主打派沈英豪吹响了结束的哨音 最终在这场熊猫杯的比赛里面 咱们的U19国庆 以1比0战胜了世界冠军 你 你